本土民主 反共 普罗政治 民生起义 myradio.hk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主持 黃楊達 黃毓民 早晨 哇 這麼誇張 大香港早晨 我的滴咪很爆 熱血時報和myradio聯播的早晨節目 早晨 早晨阿康 早晨 早晨阿蓮 我們這支咪很爆 商訣你弄回什麼 是 你正在弄回音 你正在弄回音 我們給一些時間商訣 弄回咪 否則聽眾聽不到 這星期五你們有沒有去myradio台? 沒有 我有 阿蓮也不去 阿蓮為何不去 要加班 我最後沒有人叫你去 原來你也知道 原來你沒有去嗎 沒有 你發現了 現在 公然欺凌我們的手足 就是醜了 是 那我們今天講些什麼 今天講 今天講這個 中港大戰 中港大戰 第二點 夜來很多討論 首先夜來很多討論 就是中港大戰 第二就是講了很久 究竟在哪個場上踢 其實本身就說 有說過在大球場 但誰知道這些草地 他們又不滿意 現在就換到旺角場 那小西灣那個 一早就淘汰了 是 其實旺角場也好 比小西灣好 不用這麼便宜 交通方便過大球場 最少你知道怎麼去 我相信大部分人 知道旺角球場怎麼去 都比去大球場 我覺得旺角場是好的 起碼集中一點 容易一點去 可能很多人又不用去過海 但是他的問題 就是他少了很多票 是啊 現在少了整 本身大球場就可以有 4萬人 現在旺角場只有6300人 那少了很多 是啊 如果預留了8%的門票 給大陸的球迷之外 總共有4000張門票 公開發售給本地的球迷 即是我們現在有4000多張買 還有他這次買票的方法 我一聽都覺得有些 凸了一凸 他說要用身份證才可以買到 是甚麼一回事啊 是啊 其實他在說網上購票 和公開發售的程序 其實就是說網上購票 就會有3000張門票 那些人就會覺得 網上購票可能比較容易 但是其實你在上網買的時候 你都是要去 信用卡去付錢的時候 你拿票的時候 都要去登記你的身份證 身份證的號碼 是 即是用身份證號碼登記去買 是啊 然後他就給你一個號碼 你就回到旺角場那裡拿票 是 那你拿票的時候 又要對回你的身份證號碼 是啊 但是他這個 用這個方法他的意思 他是說想 杜絕這個 黃牛 是黃牛黨 還有他就是每人就可以 下購兩張 是啊 其實他有說法的 這個貝君琦就有說法 應該是捉總的副主席 我們先聽聽他們說一下 賣票 那個 用不用名登記 就是說 怕我們上網登記的時候 給外地的球迷 大包圍的話 可能他們賣的票 比香港的球迷還多 那就不太好 我們會考慮幾個地方 以後 出總到可民主再確定了 再公佈 那個地方可能是球場 特定一個C 另一個球場 或者甚至是逐種 那他剛才就說了 他說其實 那些人開頭就怕 是不是用實名制 是不是好像大陸那樣 是啊 因為之前九月那場 在深圳踢那場 就是用了實名制 那他就說 這次香港就不會跟隨 但是 我們先解釋大陸的實名制是怎樣 是 就是在那張票印上你的名字 是啊 然後你去的時候 你就要拿你的身份證去核實 那你的名字和那張票上面那個不一樣 是啊 是啊 那可能當時的選擇 我們就覺得 那當然是針對著我們這幫香港人 上去看球的時候 就是搞事啊 搞事啊 說真的 都擔心這件事 因為其實 如果是外來球迷 通常就不用做這個程序 因為現在這個實名制 通常在大陸 一些球賽裡面 都是給一些本地球迷 不會是牽涉到其他外國 外地來的球迷 但是現在 竟然香港都要跟隨 那次香港的球迷都要跟隨這個程序 實名制 是的 但是現在香港那邊 足總就說 我們就不會跟隨這件事 但是為什麼要出示身份證 或者登記身份證 是因為 就是因為他怕這些門票 就不是被這些本地球迷買了 就是怕被大陸人買了 簡單來說 所以其實他那個方法 我覺得都很複雜的 首先你要用你的身份證 上網買票 然後拿的時候又要身份證 但你入場的時候 又要再對一對 是的 因為其實他現在沒有太多的詳情去交代 我就不知道他到時那個程序是怎樣 因為如果你說不是實名制的 但是你又要對身份證 那究竟你是純粹對那個身份證 你入場的時候 看看他是不是大陸人還是香港人 那我覺得都OK的 那都是很快而已 都是一樣的 那我覺得都是reasonable 合理 那如果你說你又怕 那會不會是你拿你的身份證 買了一張票給另一個人呢 那這件事就很複雜 那也是炒會 如果你的票又要印上一個身份證號碼 或者怎樣 然後進場 那時候又要再對 那跟實名制是沒有分別的 是的 那只不過不是寫你的名字 是的 所以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可能就要再等多一點資訊出來才知道 是 你想說什麼 不是 什麼OK 不是 我不是想說話 OK 好 不是 這一次這個球賽 其實也有一些特別的保安安排 那就是說這個竹種就擔心 兩地的球迷 就是兩個不同地區的球迷 就發生衝突 就要分開這個中港球迷的區域 和各自有專用的廁所 那其實這些事情 其實在國際賽是非常之少見的 就是不會有擔心 就說 你可能你發覺對英格蘭 這樣不會分開兩個廁所 這件事不常在國際賽出現 但是這一次的狀況 就應用了在我們這個中國對香港的這場球賽當中 分開一個廁所我覺得都好 反正他們這麼髒 是啊 其實也有 我又不欺負 又好的 其實說出來 我們都是怕打架 很老實說 那我們 這次人多 怕我們欺負他 怕我們欺負阿蓮 欺負朋友 你欺負他 只要你說 不要這樣說 我們很優惠 不是 分開廁所我覺得 如果你事先張揚 都沒辦法 不是 但是我覺得你事先張揚 是很搞笑的 你好像說到 而且他又不給帶紙包飲品 就是禁很多東西 然後可能之前又遙傳過 說那些打氣的標語 都可能如果你有些政治字眼都不給帶 因為上次上去大陸就是說 他們有些 競抽那些旗都不能拿出來 好像有個事件就是 是啊 所以其實 其實這次 會不會說 又會跟隨上一次的決定 我想就未必了 但是那個赤串 會不會跟回一些 可能是他們那個要求呢 其實也都是令到一些人 都幾擔心 我相信 就是一些球迷來說 對於 是啊 但是我自己覺得 其實我也不太關心 他們那些廁所 是不是分開 好像覺得我們廁所 會不會用少了 或者入場會不會很麻煩 因為其實事實是 事實是怎樣呢 是會有很多人買不到票 是的 其實我們本身聽到中港大戰加起來之前 累積了那些一連串的海報事件 其實大家都會很想入場去支持香港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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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會很容易切 不一定買不到票的人 就一定要留在家裡 我現在作出一個呼籲 希望大家踴躍支持香港足球 你突然間這樣嗎? 為何這麼支持? 大家期待了很久 由他去搞哪個場 趕了很久怎樣買票 現在終於都願意買票 他又選一個小場 很多人會失望 因為當時在大球場上搞 分分鐘連大球場都會爆場 但現在在旺角場上搞 就肯定是爆的 不用想 一定的 所以不能看的人 一定要找個地方去看 又不想自己一個人在家裡看 要提醒大家 最近也有一些街坊看球團的活動 可以搞一下這些 順帶一提 補一補綁 現在世界杯外圍賽 亞洲區C組的積分榜 排第一是卡塔爾 15分 香港排第二是10分 中國排第三是7分 但這裡少踢一場 馬爾奈夫排第四 就拿三分 筆丹 排最後零分 所以這一場 也是非常關鍵 對於香港隊來講 其實我不懂看球 關鍵的地方在哪 世界杯最入第二圈外圍賽 亞洲區分八組 除了首名出線之外 八隊也會選四隊最佳的第二名 出線世界杯外圍賽第二圈 以及亞洲杯的決賽 如果香港隊 如果今次香港隊贏了會怎樣 香港隊贏了 最少不可以說他能不能入到 還要看其他組的球隊比賽 但最少肯定是 很大優勢 就是壓倒中國隊拿第二位 最重要的是贏中國隊 大家的想法都是 一口氣時代 是的 好 阿蓮今天是不是喝了酒 今天 還未喝的 我覺得今天挺好的 好 其實這一單就呼籲大家 買不到票都不用失望 記得找街坊看球團 另外 昨天也有一些國際性事在香港舉行 是維港泳香港 新世界維港泳 渡海泳 維港渡海泳是2015 昨天早上舉行 2500個泳手 由九龍里沿門三家村公眾碼頭出發 游到香港里則如沖公園公眾碼頭 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當中發生一些小小風波 有些人說 其實維港適不適合游泳 這麼骯髒 其實現在是可以的 以我所知是可以的 我看新聞有些訪問 巴西那些比較出色 一向參加 經常玩海泳的人 他說香港的水溫是非常之適合去玩 那水質呢 水質其實也有投訴 他說維港裏面很多木板 玻璃盡 昨天的人說回參加 因為這件事之前宣傳得很厲害 找了很多明星出來幫我們宣傳 好像有些 這個是 施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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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看報紙 然後還有 有欣怡男女 這裏我最喜歡欣怡 這個 欣怡正 我覺得欣怡正 欣怡正 欣怡正 好厲害 你向著這個目標出發 你去死吧 這個就是陶星魚 上面應該是 應該是 香港消防龍舟隊 好像挺有型的 消防員 真的 有沒有那些cream 這個就是 知名的古評人 胡孟清 這個清姐 其實就是想說 他之前用了很多資源 搞了很多宣傳 請了很多明星來宣傳 你打算是一個新世界搞的 又復辦 停辦了九年又復辦 你打算是一個國際大城市 怎知又變成一個國際測試 因為其實他在起報的時候 就懷疑有人偷報 怎知跑贏了 就變成取消資 不是跑贏了 游到就變成取消資格 那是怎樣 不是 其實講到這個 就是公開競賽組的女子組 這個參賽者 就叫陳安儀 她是去年的冠軍 其實她是第一個上水 但是她上水之後 就被大虎通知 因為偷步取消資格 那她的解釋是什麼 她的解釋是說 我看到有人下水 難道不下什麼 要有人下去 我就下去 沒有人阻撓 她說強調 如果我不是第一批下水 前面也有人 前面也有人的時候 那就跟下去而已 就是這樣 她的解釋就是 她有個小風波 就是說 她就去 她就說 當時聽不到有名槍 聽不到有名槍 她就說 那正常情況 如果有人偷步她 那些工作人員 應該會阻撓她 而不是由遠先取消資格 她就去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這個大會的公關 就拉走了陳安儀 陳安儀事後就說 那個大會公關就跟她說 你寫信向大會投訴 這件事 但應該不可以 被接受記者訪問 都是家醜不出外傳的 她在做事 救命 真是可以 蓋得住 她都已經拉走了 其實她都有接受到訪問 她就覺得 奮奮不平 為什麼安排會是這樣 當時海面是有些船隻 是保安、安全的問題 或是監察 整個比賽情況 其實附近有船 你先不說大台 可能會叫人上來 其實海面的船隻 其實可以截住那些泳手 我跟她說未開始 因為岸上其實很多人都未下去 是 下了其實不是那麼多 是 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不去當時 立刻做事 立刻去執行 你的船 海面有什麼用呢 是嗎 純粹是看的 是不是這樣呢 有這樣的投訴 這樣的意見 當然啦 講這一宗 就不只是講這一宗 因為其實 近年香港都很喜歡辦一些國際城市 所謂的 好像較早時候有個單車節 應該是上星期日 應該是 上星期日的單車節 又是令到別人覺得 咦 為什麼這樣呢 就是覺得 難得香港舉辦這個首屆的國際單車節 但是誰知道 世界城市 都變成世界測試 就是有些安排又是相當之失當的 例如有很多單車手 在起步的時候 就太多人 即是迫著塞車 要推車的 是 要有這樣的狀況發生的 那 簡直是說 這個 有參加過的單車手 簡直是說這個單車節 就是負分 這樣說 那也說 要等了十分鐘才可以重新出發 真的打個突 是呀 支持的是什麼 就是去到那裡 要停了重新出發 不是 然後又有些人 又說 等的時間 更多過他踩的時間 就是可能那個賽道的問題 其實香港近年都很流行搞這些 國際設施 國際盛視 去提升自己 在社會的形象 或者真吸引多些遊客 但我覺得每次都會變成這些 國際設施 另外有一宗就是暑假的時候 發生那個Slide City 我本身都想看 傳承滑梯 那個事件就是你在哪裏 在啟德 那裏 有一條聲稱是過千尺長的滑梯 是 就可以讓你滑無限次的 就是很開心 有個證有個套票 你給了錢就可以滑無限次 但這個國際設施 很開心 傳承滑梯 它設施的地方在哪裏 譬如你買了票 然後很有機會 因為是太多人 搞到那些票 搞到那些票 搞到那些人排了很久 但是滑得一次 還有它是會截籠的 如果你遲了一點去 然後你截籠 那你排到 你是沒得還的 那時候它是因為去到晚上 10點 然後他說人籠太多 還有很多人排隊 然後他已經截了 很多人就滑了一次 那時候說 滑了一次 然後想著他再排的時候 就已經截了 他去到排的時候才知道 哦 那 即是安排不當 可以這麼說 安排 蜜座說 那些水流好像 水流不是很急的 水流不急 即是絕絕試不到 是呀 好搞笑這件事 我覺得也是給錢賣爛仇 我覺得逢是這幾年 香港搞那些國際盛事 你一聽到戶外 在外國引入 是 逢是這些 都是會 搞間後會變成糟糕 就是 總是會有些 養衰狀況發生 就是你理想 好像Facebook 某些圖 你理想是怎樣 是 你現實就不是 跟你理想那個一樣 是 往往都會發生一些 並非值回票價的狀況發生 即是貼錢賣爛仇的狀況發生 是 那時都說 是不是有說法 就是那些人不強呢 即是那些參與者 就覺得穩笨 就打算佔領了 是不是 最後就是跟你說 到這個消費者委員會 那裡投訴 結果沒有追蹤資料 已經沒有一回事 就是這樣 下次搞的時候 你再來劃多一次 可能下一次不搞 再給錢 不是 我覺得這些 其實拿來笑一下 他們有什麼 香港最近搞了什麼 測試 我覺得都是樣衰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永遠 往往來講 你很難理解 為何正常常搞活動 為何別人外國搞就可以 就是Slide the City 說真的 在外國都是這樣搞 是在外國引入 那為何會這樣 為何別人搞的時候 就會沒事 學得不好 學得不好 但是找不到原因出來 就是東思孝群 簡單一點 還是太多人了 其實我經常覺得 你覺得 其實都是場地的問題 都是配套不夠足夠 你又想搞 這個問題 我自己就覺得香港 整個官僚系統 他都是在工作 你延伸到那裡 就是這樣說 如果真的要講原因 都是 例如做什麼基建 的預算都是超值 有時候就是拆 一個字 交流 不要搞太多這些 例如你之前搞廢柴機閒大賽 也是 你這樣批評別人 我們很多人參加 這個我不敢說 是嗎 我們幾個主持參加 我們其實這一節就做到這裡 因為下一節我們會講一個 比較豐富資訊的話題 就是講一下 醫生都要抗爭 因為醫生就不滿意 政府 就沒有調過他們的生炒 所以我們下一節 接下來就會講這個題目 我們待會回來再講 OK OK 我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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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